在520以後大陸繼武力軍演之後 再對台灣出手 這次是對ECFA關稅減讓再中值134項 把134項原來在ECFA早收清單的商品 關稅優惠取消掉了 因為台灣地區有2400多項的商品 對大陸採取關稅壁壘貿易壁壘 也就是說不讓大陸的商品能夠賣到台灣來 有2400多項 其實我的理解不只2400多項 這個是大陸的相關單位目前所累出來有2400多項 這個從去年4月份就不斷的告訴台灣 要嘛你更正 要嘛你改善 否則的話大陸一定會採取相對的貿易壁壘的動作 那現在呢大陸在ECFA有134項產品的關稅優惠取消 當然大部分都是傳統產類 例如工具機啦石化產品啦一些工業機械啦 那還有一些紡織啦等等的一些原料 這些原料在台灣都是中大型企業生產的商品 那因為有ECFA所以他們有關稅的優惠 關稅的優惠啦可能五個從五個percent一直到15個percent都有 取消到了以後呢的確這些商品在大陸上啦 要嘛就是漲價賣那漲價賣這個銷售金額就會縮小 那要嘛就減少出口量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對於傳統產類啦 影響是台灣是滿大的 可是大陸並沒有使出真正的貿易反壁壘的手段 什麼叫貿易壁壘的反制手段啦 就台灣有幾項產品不准大陸賣到台灣來 大陸也可以採取更嚴厲的手段 不讓台灣的產品賣到大陸去 比如說這134項啦只是把關稅優惠取消 但是並沒有禁止他賣到大陸去 所以大陸在做這些動作啦 基本上還是比較克制了一點 那這個情形啦是對於台灣的傳統產業有影響 但是看起來影響也不會我們大家想像中那麼大 就是關稅沒有了但東西可以繼續賣 就是回到了關稅減讓之前的狀況 那這是一個警訊 如果民進黨當局再不改變的話 很可能未來不只是關稅減讓取消 而且呢會跟台灣採取的所謂的 禁止進口的這種貿易壁壘的措施 都可能推上台 這個大陸啊這個長期啊 對台灣地區的商品啊 讓利啊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啊 大陸是把台灣地區的商品啊 當做自家人 自家人啊就不需要太計較 也就是說把台灣 視同中國大陸的一個省份 省份之間的買賣呢當然不需要課關稅 可是又有實際上的問題就是 台灣地區也是WTO的會員 那竟然是WTO的會員的話 如果你這個完全不課關稅 如果沒有一些啊這個制度啊 作為一個區隔的話 那其他國家也會要求比照啊 因為會員是要有同等待遇的 所以大陸才跟台灣啊 以這個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為政治基礎 簽訂了一個ECFA這樣的一個架構 來避免其他啊這個國家 對於這個大陸關稅政策的質疑啊 可是台灣呢享受到了這樣的一個啊 關稅的特別的待遇呢 卻不反思這個待遇是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完全不考慮說這是來自於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的一個政治基礎 結果呢不斷的反水啊 還在很多場合不斷的墊高啊 這個大陸商品賣到台灣來的一個 一個阻礙不斷的加大 那所以如果說這樣子的歧視呢 大陸不反制那一方面很難對其他國家 賣到大陸呢做出一個好的一個說辭 那二方面呢對大陸自己生產的商品也不公平 三那更是直接了當的在鼓勵台獨的償皇 這更是不可能接受的 台灣的股市呢在這個大陸啊這個宣布啊 EGFA有134項產品取消之後 本來啊在盤中呢漲到了174點 那最後大跌190點 也就是說這個很多的 台灣的股市投資者 認為大陸這個134項的產品的關稅減浪 只是一個經濟啊這個遏制台獨的第一個動作而已 那台灣的民進黨當局如果繼續推進台獨 那未來大陸的可能不只是134項商品啊 關稅減浪取消很可能直接了當的 就阻擋台灣的商品進入大陸 那這樣一來的話台灣這些產業啊 會遭到激烈的打擊 這個時候很可能啊就會使得整個台灣的股市啊 遭到很重挫 所以現在只是初步的從174點的漲幅 變成190點的跌幅 而且逼得台灣的民進黨當局呢 動用公家的資金不斷去拉抬這些股票 那這個成本啊非常的大 那現在大家在觀察大陸是不是會有 進一步的反制的動作 賴清德對於兩岸關係造成的破壞是方方面面 不只是在ECFA ECFA呢在早說清單裡面啊 是有500多項對台灣的商品啊 給予關稅特別的優惠 優惠呢基本上就是不課關稅的意思啦 也就是讓台灣500多項的商品啊 賣到大陸去的時候 比起韓國日本的同類型的商品啊 有更大的競爭力 有更高的貨率或者說可以賣得相對的比較便宜 這樣的一個關稅減讓啊 讓台灣地區每一年啊 有很多龐大的這些啊 關稅減讓而產生的收益 那現在因為台灣地區啊 對於這個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原則啊 產生破壞的行為 所以ECFA的政治基礎呢 就幾乎是蕩然無存 再加上這個其他國家可能會對這些啦 有所質疑啊 就是台灣已經對大陸有2400多項的貿易壁壘 大陸也進行了調查 結果也都出來了 為什麼大陸都還沒有反制的措施 所以大陸用這個134項 也算是給這些其他WTO的會員國一些交代 那竟然是只有這個134項加上前一段時間的12項 整體來講已經將近快要到了500多項 找收清單裡面的三分之一以上 未來呢我判定了大陸可能也會陸陸續續取消 可是真的對台灣有更大的壓力 還不是以ECFA清單裡面的內容 而是ECFA清單以外 有很多呢根據WTO規定 享有免關稅的項目 這些免關稅項目大部分都集中在 資訊通訊跟科技產品 大陸上已經有很多可以替代 台灣地區所生產的資訊通訊科技產品 那有些不能夠替代的 其實也都是在美國的打壓中國的政策上面 台灣地區沒有辦法賣到大陸去 所以相對之下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了 所以大陸上其實未來可能會考慮 把這些本來根據WTO規定 是免關稅的一些項目 而且不在ECFA清單裡面的商品 可能會採取直接了當的 這個禁止進口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時候對台灣地區的 這個經濟上的這個影響會更加的大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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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的差異 看見 這個時候 感谢观看